我是綠色公民行動員同的宏申汗 那綠色公民行動員也是今天這個論壇的出班單位 那很高興大家可以來到這邊 然後一起參與這一場 其實應該是會非常精彩的論壇 那我們這次很高興邀請到Michael來到台灣 那我們其實第一次跟Michael Schneider有接觸 跟後面其實是在今年1月的時候 在日本橫濱有一個世界盒能會議 在那個世界盒能會議上面 我們有接觸到Michael講的東西 然後對他所傳遞的一些知識跟訊息 其實有多一點的了解 以後發現原來這些事情在台灣 其實我們都不知道 雖然我們在台灣很多人都非常關心 核電跟能源的問題 那確實在台灣很多核電跟能源的知識 過去一直必須依靠一些比較在思維上面 確實是比較傳統的 可能更多是經濟官僚在做這樣的知識的傳遞 那這次前幾天 那Michael禮拜四來 那這幾天其實我們有很密切的接觸 也聽他聊到了很多事情 那發現說 哇他確實講了很多 我們其實都不是那麼知道的一些世界上 不管是關於核電或者是能源一些新的趨勢跟一些新的一些問題 那今天我們來到這邊 當然除了Michael也玩 我們還請到幾個很重要的語彈人 那很希望今天我們其實可以有一個很好的學習 因為我想我們來今天來這個現場 我們不是來要爭辯什麼或吵架 那我們希望今天可以有很好的學習 那我就不多說 但我可能提醒大家幾件事情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有拿到在門口發放的一個小手冊 那這個手冊上面大概有些內容 包括Michael Schneider的一些簡介 那包括他之前翻譯 那他之前在 他今年 他是今年世界本的報告的主筆 那 摘要的內容也放進來 那也包括是最近 其實大家應該知道 這個禮拜或上個禮拜 其實有很多在吵核電的價格的問題 或核能安全的問題 那綠盟其實在這裡面其實也寫了 大概醞釀了一段時間也寫了 好幾篇的文章 那這也可以供大家參考 那今天的口譯 今天的口譯是 呃 應該是在頻道一 那會提供中文的口譯 那所以可能大家可以轉到那個地方 那也記得 請大家記得結束以後 或中間如果中間要離席的話 麻煩要把那個口譯設備 還到前面的服務台 不然我們需要賠償這樣子 這次請大家務必要記得 那我就不多說 那我先介紹今天我們的主持人是 也是我們綠色公務行動聯盟的理事長賴偉傑 謝謝 今天三位語談的專家 那每位跟我們分享十分鐘 那之後呢再請Michael Snyder 針對這三位專家的一些分享跟comment 再做一些回應 那之後就請各位今天來的觀眾朋友們 我們一起可以提出一些問題 那我們第一輪收集的這些問題呢 再請四位專家來做回應 那但是因為那個楊憲宏 楊大哥他因為有事情要先走 所以可能第二輪就會參與 那這三位的專家 那這三位的專家 那這三位的專家針對 我們在他到處跑 那他也在立法院辦過 包括跨黨派的委員 辦了一次的專家會議 我想那天的與會者有非常多的收穫 另外我們也陪著這個Michael Snyder先生 認識拜訪的政府的一些智庫 那還有一些媒體的專訪 那我覺得提供了很多不一樣的信息 或許不見得會完全同意他的看法 可是我覺得他帶來給台灣 在思考一些能源的困境 或是核能的安全 或是整個能源政策的走向 我想會提供一些不一樣的思維 所以我們一開始呢 先邀請Michael Snyder 來跟各位分享一下 他這二十幾年來的親戚 他非常特別的是 因為他是個獨立的研究機構 我想核能非常需要很多backup 但是他是個獨立研究者 而且他發表了2012年的事件 核能的現況趨勢的分析 我想非常珍貴 我們就請Michael Snyder 來跟我們做報告 謝謝